大家好 現在來介紹這台CF2110 那個履帶式搬運車 來,先各部位的講解 這是煞車 鎖煞車 車子停在斜坡 這個有煞車,這個沒煞車 車子要啟動的時候 要行走的時候 煞車一定要搬在這邊 停在斜坡 預防它下滑,就是要煞車 就像我們車子的手煞車 這是離合器 離合器把手 這樣車子是走 這樣是沒有走 來,我們再往這邊看一下好了 這個是卸斗 我們要卸斗 卸斗的釋放器 可以卸斗 來,還有這邊 這個是 右邊轉向離合器把手 這邊是 左邊轉向離合器把手 你要轉右邊 就要搬右邊起來 要轉左邊 就要搬左邊起來 它就這邊煞車 左邊的煞 的履帶會停止 那就會轉左邊 好,來 這是打擋位置 我們的 打擋位置 這個是 前進 這個有標示 前進 前進的烏龜 慢速 前進的快速 我們這邊是空擋 這邊是後退擋 要後退要打這樣子 後退 離合器把手 把它搬 前面 它就行走了 這是空擋 還有,來 我們這個是引擎 引擎的機油 使用 要使用的時候 一定要檢查 看 是不是引擎的機油足不足夠 好,來 再來看引擎 引擎那邊 來 引擎 我們講 來 這個是油開關 油開關 橫的是關 直的是開 我們要發動的時候 要搬直的 長時間沒有用 要把它搬關了 關的時候 這是瀉油開關 瀉油開關 把它 如果長時間沒有用 我們把它 要瀉油用 你看 我用手搬一下 剩下的油就會漏掉了 還有這個是主轟門 我們發動的時候 要把主轟門 往外拉 關主轟門 然後發動之後 主轟門 要往裡面搬 要往裡面搬 這樣車子就可以發動了 在發動的拉盤 拉繩 還有拉 這個是STOP開關 汽油引擎 要把它停止STOP 停止開關 停止開關 好 來 還有我們這邊 這個 我們這邊 這有護 簡歷的說明書 再看一下 還有 我們有護的工具 裡面有很多支工具 還有 簡單的說明保養手冊 還有 這個黃油槍 黃油槍 來我們看這邊 我們 要打黃油 要鑄黃油 一共 一邊 一邊的 有四個地方 要鑄黃油 一二三四 這邊 這邊還有一個黃油嘴 要鑄黃油 這個是黃油嘴的覆蓋 你要鑄黃油的時候 然後我們有附 那個活動板手 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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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掀開 掀開之後 來 注意看 這邊就有黃油嘴 你的黃油槍 對準它 壓下去 打 注入黃油 黃油注入好之後 這個是一防 那個黃油嘴阻塞 還是磨損用的 把這個覆蓋 來 打好黃油之後 把這個覆蓋再鎖緊 這樣就好了 好 這一台 CF210 小板鳥的履袋車 有附這個卸斗 卸斗開關 來 我們先一樣把這個 把這個 扳著 然後這邊有一個扳的 那後面的斗就會 打開了 後面的斗就會打開了 就好像我們的 砂石車一樣 這是要用 要卸貨物用的 卸貨物用的 來 要把它關起來 也是這樣子 讓這邊稍微壓一下 搬著 稍微壓一下 它就有鎖住了 好 這一台履袋搬運車 這個 左右 左右 可以 把那個 把那個 斗 可以擴大 可以伸展擴大 可以有一個 安全箱要拔掉 這邊有一個 把這個 這邊 還有下面兩個 固定螺絲 要鬆開 要鬆開之後 你螺絲都有鬆開了 來 我們就可以往外 這個要鬆開 要鬆開 鬆開之後 這邊 你用手 稍微摸一下 有固定螺絲都要鬆開 來 鬆開之後 你就可以 把這個斗 伸展寬 寬來 比較寬一點 就可以伸展 比較寬一點 比較寬一點 這樣子 好 我們現在來發動引擎看看 來 我們先把主要門 往外拉 這個油開關 開直的 來 我們 看有沒有 確認 在空檔的位置 第二器 再 再切的位置 來 發動 發動之後 馬上 把主要門關了 來 我們用慢速 如果 入檔 不能入檔 第二器 再搬一次 這樣就入檔了 來 行走 右轉彎 我們等一下 示範 爬坡 看爬坡 他如果爬坡 如果上下車 用鋁梯 我們現在來示範 如果上下車 用鋁梯 來上車 下車 下車了 還是 抖 你 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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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